好,那我就来说一说,我来主持这个节目,我的思想,其实我觉得我们过去在国内的时候,你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迷茫对这个国家,但是当你来到美国,来到纽约,当你的思想可以变得很自由的时候,当你可以很勇敢的去说话的时候,然后你站到纽约这个世界的中心,你再去看中国的时候,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会出现。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纽约这个地方,能够更好地去看中国,然后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个纽约下午茶的这个节目,让想要了解中国的朋友,对中国不太了解的中国,或者是对中国有国家的朋友,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窗口,然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,同时呢,在纽约,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真实的美国,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 所以必须在纽约,你生活过,体验过,才能知道,纽约,美国不是你在国内的时候想象的,或者它有多美好,它是天堂吗?它可能是,但它可能也不是,所以希望大家想要了解美国,就到我们这个会客厅来一起跟我们聊天, 我们要让你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 然后我们要答应我们的爱国之间,为我们要 보십ens这个颜文的爱国计划来自我训练不要 我们的爱国之间,我们要求通过我们,我们要求过我们的爱国,我们要求 downhill,我们要求到这个高中心的爱国,等于是非制作用,我们能量的恩兴师俱乐,会让我们逐渐,我们要求到的是实力的美国的爱国,才是因为爱国人。 我觉得我们就像孙众国的爱国,想要求是希望吗? 啊